本期视频将来介绍的二战期间 美德两国所出产的经典碳酸饮料 和他们背后的趋劲意识 画本正片开始 其实在二战爆发前 可口可乐就已在全球各地建厂 这里边当然已包括了一些冲突中的区域 比如德国 这个国家在战前也曾热情拥抱过美国人的饮料 据说在1939年时 德国境内也有43个可乐冠状厂和600余家分销商 但随着战争的进行 贸易禁运扼杀了可口可乐 与其德国子公司的一切关联 由于糖浆的短缺 德国人不得不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 要么从此借了这口 要么绕过封锁自谋生路 事实证明在满足口腹之欲这件事上 往往最能激发人类的创造与韧性 因此没过多久 由德国人马克思领导的可口可乐德国分公司 就创造了一款德国人自己的可乐 它是由苹果渣 乳清和各种食品生产余料混合而成 据说在研发团队内部 人们将其描述为剩菜中的剩菜 但在正式命名的环节 德国人还是从自己语言中的幻想 意思中获得灵感 将其命名为了芬达 于是从41年开始 芬达作为可乐的替代品 迅速在德国境内风靡 至1943年销量就已达300万箱 当然这里边有许多 并不是被当作饮料消费的 因为糖类的短缺 当时有很大一部分芬达的作用 竟是烹饪的配料 德国人民用它充当甜味剂 来给自己的汤和炖菜赋予风味 而在被德国占领的低地国家荷兰 芬达这个品牌也被授权生产 只不过由于物产上的区别 两国的芬达配方还各不相同 荷兰版的听起来似乎要更高档一些 因为在他们的芬达里 药用价值颇高的接骨木浆果 竟是其中的主要添加物之一 当然咱们现在所能品尝到的芬达配方 与德国荷兰在二战时的版本都全无干系 因为后来那个以成味为主的饮料配方 是于1955年才在意大利的纳布勒斯被开发出来的 而到了1960年 可口可乐终于将芬达归宗本籍重收账下 但因为忌惮这种曾经风靡欧洲的饮料 会对自己的旗舰可乐造成冲击 因此在营销领域并未给予它太多资源 尤其就在同一时期 可口可乐还收购了另一个同样来自美国 与战争颇有渊源的成味饮料品牌美之源 因此在新千年以前 芬达这个后妈的孩子 一直都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不过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 可能也正是可口可乐的偏心 反而带给了芬达更多的可能 因为正是为了避免与美之源相似定位的冲突 芬达后来走上了口味更加丰富的国际化道路 据说如今的芬达 总计拥有200余种不同口味的细小分类 使之几乎在每个所销售的国家 都有专门的配方与生产策略与之适应 比如在英国 为了合理避税 它是低糖型饮料 而在美国 它又是高糖类的玉米糖浆饮料 在口味上 它既有颜色鲜红 含糖量偏低但口感更甜的草莓芬达 也有果味浓郁 色泽明亮又人的菠萝芬达 还有闻起来有淡淡果香 但入口味道异常清纯的葡萄芬达 在东欧北欧 姜果芬达虽然大受欢迎 但其颜色却异常诡异 而在俄罗斯 最受人们喜爱的 又变成了清爽型的柠檬芬达 而如果您就想尝尝 二战时的初版芬达到底风味如何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因为就在2015年 芬达还真在德国 推出过75周年纪念版 其采用了经典玻璃瓶包装的原始设计 并真就在原料中 加入了30%的乳清和果汁 并且在它的专属宣传广告里 还特别对它的口味 做出了重点的描述 那就是不太甜 让每个大兵都可以花五分钱 买一瓶可乐 无论它身在何处 也无论代价为何 这是可口可乐的前总裁 罗布特·伍德鲁夫 在1949年向全美国做出的承诺 彼时的美军 刚刚加入二战的序列 整个世界仍陷入到 前所未有的混乱与不确定中 但此后 无论在北非的沙漠 还是太平洋的丛林 可口可乐还真就兑现了 他们的诺言 将一瓶瓶代表着 美国味道的碳酸焦糖混合液 送到了大兵们干燥的嘴唇边 并且尤为难得的是 尽管这其中的每一个步骤 都困难重重 但可口可乐最终产出了成品 却始终保持了质量 与口味上的一致 甚至绝大多数倒轴的可乐 还都是冰镇的 这样的工业 固然淡得其伟大二字 但在其始发之际 绕不开的关键人物 却还有一位 谁啊 弗兰克林罗斯福呗 正是在这位美国总统的支持下 可口可乐才获得了 这个能够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 而巧合的是 早在小罗的堂兄 西奥多罗斯福的时代 可口可乐其实就已和他们的家族 结下了奇妙的缘分 话说在1898年2月15日 美国的缅因号战列舰 在哈瓦那港被击沉 当时在美国海军任职的老罗斯福 就敏锐的意识到 这是一个将西班牙势力 从古巴抹去的大好时机 于是他先是越过当时的总统 威廉·麦金利 直接向加勒比舰队发布了备战命令 后来更是干脆辞习了 自己在海军里的文职工作 以忠孝的军衔 组建了一支 由他的长春藤校友为骨干 由牛仔 逃军者 猎人 甚至赌徒组成的队伍 并给他起了个很有气势的名字 美国第一志愿骑兵团 而就在他指挥部队驻扎哈瓦那期间 据传老罗斯福曾在一家酒吧 点过一杯当地的狼母酒 和一瓶美国的可乐 并在因缘巧合之下 将它们混合在了一起 而这种全新组合带来的味道 刹那间就让老罗痴迷不已 他不禁高高举起酒杯 向身边众人宣称 这就是自由的味道 于是一款名为自由古巴的经典鸡尾酒 就这样诞生了 当然这个夸诞的传言 虽然只是自由古巴众多来历中的 其中一个版本 但让一个美国总统来告诉古巴人 何为自由 这种戏剧化的脚本 可能任谁听了 都更愿意帮着传播吧 而在真实的角度 无论彼时古巴自不自由 但在此后赢得了美西战争 独霸加勒比的美国 对于这堂的使用 那肯定是完全的自由了 于是就在美西战争结束不久后的1900年 显赫了罗斯福家族又为世人 留下了这么一张有趣的照片 继老罗斯福一家在外野餐 期间每个人的手里还都拿了一瓶饮料 尽管当时的照片质量十分模糊 但仍有好事者在详佳分析后得出结论 说这里边的饮料 就是1900年出产的玻璃瓶可乐呀 而作为老罗的后继者 弗兰克林罗斯福与可乐之间也颇具缘分 话说在小罗从政早期 其身边有位换作詹姆斯·阿罗伊休斯法利的得力助手 他从1928年开始就作为幕僚 帮助小罗赢得了纽约州长的竞选 后又于1932年开始 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是帮助小罗走上总统宝座的最大功臣之一 虽然在小罗的第三个任期内 两人曾一度局语不合 但后来法力在离开政坛后 随即就去了可口可乐公司担任要职 将来可口可乐能够在二战中独受政府青睐 再包括这堂配给在内的多项生产经营活动中 独享特权绿灯 应该少不了法力 从中斡旋转环的功劳吧 当然除去这些政治上的因素 可口可乐能够在二战期间一飞冲天 最主要的原因 那还得说是人自己争气 比如当年 埃森豪威尔就曾从北飞发来电报 要求先来三百万瓶的可乐配给 并在此后每月都要保持供应 可口可乐在获悉后 马上派出相关人员实地考察 短短数月间就与阿尔吉尔开设了灌装工厂 并超额完成了月供600万瓶可乐的产能 而此后 可口可乐更是仿照此例 又前后派出了148名技术人员前往世界各地 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在炮声隆隆的前线 也要建立可口可乐的灌装工厂 让可乐像子弹战舰一样 成为一种维系士兵与家乡情感联系的必需品 也正是由于这些技术人员所肩负的非凡使命 使得他们最终获得了一个虽不正式 但绝对亲切的称呼 可口可乐上校 可乐也正是在这种在所不计的精神感召下 最终于二战期间累计达到了50亿平的销量 以至后来在这种物化的商品之上 还衍生出了更高层次的军队文化 可口可乐自然深知其中的价值 于是他们后来还真就出类旁通的 创造了一本名为红筒的杂志 里边的内容包含了新闻 故事 美女插图等等等等 同可乐一样 这本杂志后来也成了士兵们暂时 从战争中解脱出来的最好危机品 而受到可乐文化影响的 也绝不仅于美帝异国 据说二战时期 连德国战俘 劫长不暖的都能喝上一瓶可乐 想来在他们将其引而进的同时 必然也得对美国六体投地 心悦成福吧 这种笼罗人心的大仗 美国人是最会算了 其实别说已然气甲抛割了德国佬了 贵如苏联军神的朱可夫元帅又如何 不也没经受住可乐糖衣炮弹的攻势吗 而在他挣扎于对可乐的痴迷 和反资本主义的国家情绪漩涡中时 可口可乐竟然主动献策 帮他解决了这一难题 他们专为朱可夫制作了一款没有焦糖配色的 特供透明版可乐 这样朱可夫就可低调地畅想美国人的标志饮料 而不受非议了 也正是在诸如此类的政权节奏和强大的执行力下 短短数年 可乐在美亚非欧都建起了自己的分销网络 并在二战的混乱与破坏中 愣是将可乐塑造成了代表希望与屹立的象征 不得不说 这恐怕得是古往今来最牛的广告案例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随时 打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